不在热闹街头 而是隐身在乡间田野的牛舌饼店 清晨的宁静并没有因为人潮造访给打扰 反观店里的苏家人像是打仗似的 擀面 包线 煎饼 忙得没空抬头 这一间隐身田野的牛舌饼店 由于坚持手工制作 非常受到当地人的喜爱 香浓的麦芽糖年屈却不甜腻 饼皮扎实有氧劲 放久了也不会变硬 所以即使是外观频繁的一块饼 滋味还是让时刻一世难忘 被盛赞的牛舌饼已经卖了50年 做饼的手艺一代传过一代 现在传到第三代年轻人手里 极具个性的刺青对比亮黄色的麦芽糖 显得尤为冲突 阿伟说这是对艺术的致敬 为了加业 其实狂野的心早已经收敛 不然也不会将做牛舌饼 最关键的下麦芽糖的比例交由他操作 阿伟说做饼辛苦 苦在没能数字化的做工 搅起面团的那一刻 面要睡多久才醒 冬暖夏凉 全得看他心情 经验值成了说不出口的苏式秘籍 全素微甜 厚实的小饼手工摊饼 铁盘上整气摆放 不加一滴油 煎烤翻面三次上色 还得等自然风干 因为外力降温会让饼的口感变差 只能等 也因此高温厂房里不会装冷气 终于量到透彻的饼 才能妥当交到已经期盼的食客手上 香酥可口的牛舌饼 以又厚又结实的外观 掳获食客的心 淡淡金黄色 是它最美丽的点缀 一包开 黏糊糊的麦芽糖 已经和饼皮融为一体 这可是靠着50年的老公主 才能做出来的超人气牛舌饼